现在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代表是身体的unseen 所以我们先看一段特别的影片让我们认为一个概念 那我学们如果在订阅可以稍微注意听一下 那等一下我们可以解决一下 我们在后续的一些身子的步骤和身体系统 这样子 那我们先看一下影片 这个中国移到哪儿去了 我围到哪儿去 我生病了 你怎么了 哪儿不舒服 上个礼拜我常常觉得很累 也不太想吃东西 看医生了吗 看了 医生怎么说 他说是感冒 没什么关系 不必吃掉休息体就没事了 现在觉得怎么样 差不多好了 谢谢 嘿 谢谢 谢谢 对 对 对 所以 你没有什么问题 不希望是个想法 这个周末 你到哪儿去了 我没到哪儿去 我生病了 你怎么了 那儿不舒服 那儿不舒服 你有没有care 一些所以 我有个朋友 他家 在乡下 我也许到那儿去 你呢?我可能跟朋友到山上去滑雪,你怎么去呢?我们开车去,天气快了,开车得特别小心呢?放心,我开车开的快三天了,开的很好。你感冒好了没有? 早就好了。 新年快到了,我们有二十几天的假,你打算做什么? 还不一定,我有一个朋友,他将住在乡下,我也许到他那儿去住几天,你呢? 我可能跟朋友到山上去滑雪。 你们怎么去呢? 我们开车去。 天气太冷,开车得特别小心呢? 放心,我开车开了快三天了,开的很好。 词汇用法也急。 我们刚刚刚已经看过影片,对于他的内容也稍微了解了。 然后,我想你手上是刚刚已经看过影片,我们看一下这个圣子。 刚刚同学听到,应该可以了解影片是在讨论。 同学可以告诉我们,听你的讨论。 对,是第一个跟第二个,那我先讨论一下,第一个教授, 第一个,第一个教授,第一个教授, 身邊有什麼感覺 他要先做什麼 然後可以去看一圈嗎 有 那他就是說他現在要進行咖啡的病症 他就說他現在要進行咖啡的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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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他要進行咖啡的病症 他就說他要進行咖啡的病症 因為基本上是我們生活下很常常會使用的一些病症 然後所以我們現在回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階段影片的一些經驗在生死 這樣OK 那你也可以看到 啊 這個一句出來的第一個是生理 那我想我們應該也常常不思議 我們希望我們常常使用這個死 這樣子 但是就是這些一個小小小小小的意思 生病 這樣子 那 我們有第一句是 小心生病了 是 我們可以請進行咖啡 好 小心生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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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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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為有時候我在醫院長室國中 因為如果去看醫生 那醫生會跟你說醫生的什麼病症 類似這樣子的症狀 所以說不敢的症狀 OK 好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醫院 是 回床女朋友提到說 是一個時間性 所以他提到意思是周末 所以我們先 先做回旗年 我意思是周末 周末 好 星期六是周末 星期六是周末 那語音上我們應該可以理解 星期六是周末 那下面我們也稍微點到一下 我們把一整周的 我們就先講過一次 像我們講星期一嗎 對 星期一 星期一 Tuesday 星期二 星期二 Wesday 星期三 星期三 Thursday 星期四 星期四 Friday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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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urday 星期六 星期六 星期日 Sunday 星期日 星期日 有時候我們也會用周 像我們說周末 那我們可能 星期一 星期日或星期六 我們可能會說周六 或是周一 周二 好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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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五 是 一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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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 在這種 所以 這種 在這種 說 說 說 我們 說 我們 週六 去做什麼 或是周六 去做什麼 但可以說要長一點 它不關乎正式 對正式的習慣性的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說 星期一 怎麼 星期一早上有課 或是周一早上有課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交換使用那個用語 這樣子 OK 那 那 那我們 為什麼會 沒有 那我們提醒大家 下一題 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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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怎麼了 你到底怎麼了 這是一個 我們常常會 混合別人目前狀況的一個 常用詞吧 然後 所以 嗯 就會有這樣的一個用法 它有點像 會具 但是 它是屬於會具 所以 基本上會怎麼 信的很 很 常用 或是人生會信的 一個使用的方式 這樣子 我覺得應該要嘗嘗為什麼 這個字 嗯 會加為什麼 然後用 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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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禮拜 我很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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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禮拜 禮拜呢 其實也是心情的意思 所以呢 我們今天 有時候講禮拜 所以呢 我們剛剛說 這禮拜 這個心情 為什麼 我們可以說 禮拜 的用法 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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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會用禮拜 這是 就是 他們 我們像英文我們講 EEK 就只有一個用法 但是 中文也可以用 週 這個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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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 或是 星期 這個星期 或是 禮拜 這個星期 這個禮拜 禮拜 那就 所以它方便可以將1、2、3次變形緊 比較不齊的用法 所以這3個字基本上是可以替換的 那當然 醫生 醫生 身要全身醫生 醫生 王民生病了 要去看醫生 要去看醫生 嗯 王民生病了 王民生病了 要去看醫生 要去看醫生 OK 同學有去看過醫生嗎 有 我們來談一下你的經驗 去看醫生的經驗 來,我們請同學來談一下你去看醫生的經驗 去看過的舉手 看過的舉手 好 好 這邊 OK 好 那我們請同學談一下你們看醫生的經驗 就是感冒 然後我們請看醫生 然後醫生說沒關係,回家多休息 醫生你們講的跟客人一樣 所以是感冒 一般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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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去一般的診所 對 對 OK 然後 這位同學人 來看一下看醫生的經驗 我是來診所看我自己的健康症 然後來發 然後跟醫生說一下我的情況 嗯 然後他說 就是 滿天保養生的經驗 所以是 只是不舒服 還是有生病之類的 對 對 好 好 OK 所以醫生就是讓你說 自己 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 他有拍到嗎 沒有 就是 休息一下 OK 那還有其他同學有其他看醫生的經驗嗎 兩位同學 隨便請 對啊 這位同學 嗯 我 去看醫生的時候 當分都去面看 因為 我身邊都身邊的痕療 好 希望你的 都有發燒 跟好 然後去 當分都是刮劑 然後先刮好 然後去 檢查 然後拍那個好 跟醫生 這個滿嚴重的 所以 那醫生有 有說到是 是 在一次 他就說 融販 然後 發燒 然後 一起吃到一個禮拜 吃完 吃到一個禮拜 再一起去 發燒 就好了 然後再一起吃 要大概三年 然後 大概 好 這種情況 該面有什麼發生 啊 一年 能看 三次 哦 那你要真的要好好 注意一下自己的神器 比較辛苦 OK 所以這是醫生 我想同學 當然我們希望 不要重新主派 醫生 能表現我們身體上的 出現一些味 但是當然 老病 還是要去採用身體 因為他 呃 嚴護 本來是小小的病 就變成 嚴重的病 這樣 但是最重要的是 同學們還是要 呃 注意一下自己的神器 然後呢 注意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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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會變成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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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對話 這片CD借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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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啊 看多久都沒關係 看多久都沒關係 這片CD借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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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啊 看多久都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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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常常會用過這個字嗎 沒關係 這個字 我們會常常常 朋友會說 他自己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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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自己的東西 沒關係 這樣子 所以你們在生活中 不聽我們應該怎麼問 你們在生活中 是你們的 在什麼時候 我們會使用這個 沒關係 這個詞 好 那還有其他同學 什麼想能 會用到這個 沒關係這個詞 這個詞 就是 有時候 有時候 碰到 然後 就說不好意思 然後 就是回到我們 這個詞 OK 因為 在過程中 用到這個詞 就是一個 很常使用的 不會說什麼 但是 是一個 人跟人之間 互相互動的 一個詞 這樣 OK 好 所以我想同學 應該都 了解這個詞 的意思 可以使用的方式 好 今天是要給 我們必須的衣服 我們必須的衣服 一位帥 大家嗎 OK 好 那幾位同學 我們必須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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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胸非常地寬闊 你不必須我 什麼道具 這也是 我們會用到 對面的衣服 常用的一個詞 這樣 所以想同學 大家看看 大家聊天的衣服 可以用 現在我們 進行下 沒有 想要滑雪嗎 要 台灣很難滑雪 哦 可以去試試玩滑雪 接下來的地方 你們覺得可以去滑雪 或是你們想要去滑雪的地方呢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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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日本 最近的地方是哪裡 應該是韓國跟日本 對不對 對 好 覺得滑雪很恐怖嗎 那一個在哪裡 刺激 刺激 很氣憤 很氣憤 小蕭很氣憤 很開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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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雪 看起來滑雪的配備相當的多 因為有一個一個一個道具 雪橇啊 還有一個 衣服的那一橋 還有一個 網站 是類型的東西 這樣子 滑雪 你想要去滑雪嗎 滑雪嗎 滑雪 會嗎 滑雪 我們知道瑞士在哪 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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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的哪 歐洲 歐洲的第一個 是一個永久生命國 一個內心的 河接生物 西山 都會去滑雪 歐洲人 會去滑雪 俄洲人 歐洲人 歐洲人 希望同學將來會有機會 假期的時候 冬天的時候 雨雨滑雪 OK 那我們一起進到下一個字 小心 地狠滑 要小心 地狠滑 地狠滑 要小心 我們常會看到一些牌子 像下一個那個牌子 Cautious Cautious 就是Cautious 小心牌階 或是叫你要注意 那當然有一個 我們通常看到的注意嗎 Cautious Cautious 然後其實就是要提醒你要小心 黃色的牌子 那同學應該常常可以看到這個 來看 看到那個人打翻學了之後 看到的那個… 然後就是用一個牌子 在那個那一牌 對不對 然後上面就會這樣 下面就會這樣 有可能要這樣舉例 有要小心 然後… 呃… 我們開始的時候 我們要小心 口語雙面 有一些危險的地方 或是坐搭車的時候 上下車的時候 司機有時候會說要小心台階 或是下車的時候要小心 然後或是 高鐵上 上下車的時候 上下高鐵的時候 他們都會往後講要小心台階 像我去做MRT的時候 就是坐捷運的時候 也通常會往後 請各位 打客 小心 沒有歡樂 沒有開樂 等等 雖類的東西 所以是小心 我想帶著一個很常用的詞 小心 山 山 放駕駛 我最喜歡爬山 放駕駛 放駕駛 我最喜歡爬山 不是因為好多善 喜歡嗎 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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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喜歡的咧 不喜歡的咧 不喜歡 太累了 為什麼不喜歡 就放這樣 多休息一下 想在家裡睡覺 還有其他不喜歡的理由呢 除了太累了 放駕駛想要在家裡休息 不喜歡 不想去做那麼 那麼 催center 還有其他什麼呢 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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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天氣明暉的時候呢 會想想跑上 風景也不好看 唉